國安政局 增長的造業 6月28號 6月28號 電信業者台灣大哥大跟亞太電信 吳玉瑾大斷訊事件 我在那張 29號 自電敦促國家通訊團播委員會 簡稱NCC 以及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 就是我们的消机会来处理 这个头上这个NCC接受这个申诉 跟这个登记求偿 后面这个消机会 他是用个案来处理 随后呢 我就卡定了这个台湾大哥大 跟这个亚太电信克服 要求赔偿 我们这个亚太电信 很厚厚的哦 这个亚太电信就表示 原理减免这个基本月租费 一天的费用 但是台湾大哥大 不是这样的哦 这个克服端的主管 一个握过一个 来伦方善政来跟我说 上当的辖坏 又死不淫孝 在那打圈圈鬼打枪 我一开始就告诉他 这个亚太电信没落搜 这个亚太电信就减免了 他今天跟我说什么 他说那是亚太电信的事情啊 那边的处理啊 他们台湾大哥大是台湾大哥大啊 哦 不然怎么跟这个巧克力广告啊 叫你阿嬷来啊 你个台湾大哥大呢啊 这么大间的电信财团哦 你双手一贪功你没办法 无关你的事情 那台湾大哥大表示说 这个公司雷波哦 开花不打下来 那个结果是怎么 是因为说 断讯哦 没超过两消息啦 所以哦 没法提供减免月租费 还是说其他相关的保障啦 我想哦 今天大家哦 都同样 这是要一个哦 跟自己的一个亲戚过去过 哦 跟一个电信压借哦 会付接人啦 会这个诚信的台湾 这样而已而已 结果咧 如此弱大的电信财团公司 今年在那儿呢 无限轮回 在那儿的烙圈子 讲鬼话 就是信音效啦 我认为啦 你的策略伙伴哦 共用台湾大哥大网络的 亚太电信哦 都已经表示说 管理背双啦 虽然说背双是 那些 账账的十几块而已 哦 未打这个5% 这8%这个 背双的标准 这账啦 人有点现就说 生意啦 结果咧 我们这个泱泱大电信财团 哦 连个十几块都不愿意 赔偿 啊 刚才要发布 假新闻稿啦 公然说谎 宣称警断讯 95分钟 吹哟啊 你在乱拜啊 拜前两小时 一来 收尾而已而已 啊 啊 这样不用背啊 是这上的 自 拨打紧急电话等指示哦 一直到亚伯 三点左右哦 这回合这个正常 啊 部分的地区里 啊 还有他这样亚伯三点的时候 开始断讯 跟亚伯五点 这回合正常哦 早就敲过哦 这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的规定 两小时啊 好啦就算说啊 规定两小时 犹豁又怎样 犹豁又怎样 犹豁又怎样啊 又怎样 断讯就是该赔偿啦 又在公开宣称说什么 依NCC的规定 及相关法令补偿 这句话就怎样 摆明就是不会补偿啦 因为哦 又没有超过 规定的两小时啦 这么大的公司啊 说白插都不用打插稿的啊 这些也去查证属性哦 再来发布新闻稿 没经过大约书客 说出的言论哦 我可以说是 有够谁啦 我来帮大家回顾一下 台湾大哥大的断讯历史 分别于哦 今年三月二十七号 四月七号 六月二十八号 哦 发生三次 会打断讯 三月二十七号 扩充四G核心网络系统设备 造成系统不稳 断讯三十五分钟 策略合作伙伴 亚太电信 也是受到勘连 断讯五个多小时 当时台湾大哥大 不提供赔偿方案 亚太电信方面 当时减免五到八%的月租费 四月七号呢 主机系统出现障碍 断讯四十五分钟 调便宣称未打罚则时间 所以不提供这个赔偿方案 这边的六月二十八号 故网路游戏产生问题 语音及网路讯号出现异常及不稳定 断讯九十五分钟 这么贵 早就超过了 新闻交都在胡扯 范围哦 包含了我们这个台北 新北 藤阳 台中 中华 分林 家庭 台南 高雄 花蓮 丁丁的管市地区 以上多次的潜力 包含这次这么大规模的断讯 严重影响用户行动上网及语音通话 刚刚都不用互接 管你他妈的什么没有超过 规定两小时就不必赔偿 那如果是用 这个用 刚才在说生理要怎么办 上回要怎么办 安全回报的怎么办 紧急事件联络的怎么办 还有其他 太多需要用电信联络的怎么办 这其中的孙子啦 绝对不是你台湾德克大 不会去的啦 你个台湾德克大 电信财团如此的嚣张傲慢 我上天了 那种 刚刚在贪人民八世 费多钱的啦 人的管理和管役 都没在管的财团 做生的孙心 是无行的 大家是无想要跟你算得这么清楚啦 自己敢说 又要那天不知识 苟且偷生啊 不会自己主动 表示说 保障的方案吗 反正大家的人民八世都是容易遗忘的嘛 这就忘记了嘛 风潮一下就过了嘛 很快就忘记了嘛 反正大家不知道嘛 你个别打电话的 有要求到赔偿的 啊这有机会哦 才有机会哦 要到赔偿哦 还不一定有贴哦 他怎么 他会跟你摸摸头说没事哦 哼 可是说如果是没贴电话 就一定没贴上啦 因为他会跟你家做没这件事啦 这两天 我持续哦 自电敦促这个NCC 来出力 台湾德克大 在那长29号 晚上9点左右 公司内部 有不打这个减免 基本月租费5%的开会决议 今天啊 今天30号 一早 我就自电这个台湾大哥大 克福 来关心了解赔偿的相关细节 克福是回应说 公司目前还在清查 到底受影响的 有多少客户 有谁 我跟你说啦 思考如今了啦 还要部分对象来背双就对了啦 我问他 会背双的对象 会定义是 是怎样 是不是 全体都背双 或是还要找到这两小时的客户 这个客服 又开始在无线回圈地在打货 我直接一语中递的 就跟他说 就是要靠 有靠去 要求背双的 会比较有嘛 随后 这个客服 这么定义 说我的门号 啊 灾团就是灾团啦 灵明八户 如果没有这样团结一个 第一个我们来的 灵明八户 这不就是一盘散沙啦 今天一个梁武帝 一个牛母帝 都在那儿 我自嘲我自己 可能是一个奥客啦 但是 千千万万的梁武帝 已经灵明八户 在那儿时 这就是一个汇集民意了啦 我们 不是说为赠二赠 为那几十块 就在 讨价还价 啊 不要叫说灵明八户 都是白痴喔 我们有这么白痴吗 我们是真正为了这十几块 来揭竿起义的月啦 我想你们这儿 是得不偿失的啦 我们这部就是 合法合理的 要求非常基本的一个权利 为这个大中华民国的人民被捕 来创福祉 造福利罢了 我跟你说啦 NCC表示 就是 断讯补偿规定 这是最多要求而已 电信 还是要 万求自己的 平白信心啦 自己就要固定 这个社会的观感 比较有良心的 啊 这后边喔 要再提供喔 相关的保障条件啦 行政医喔 消费价保障啦 就是我们的消保处 标识公喔 这个当机外部喔 不是你们压借喔 自己说到尊德杀啦 应该是要喔 有这个NCC喔 来认定啦 台湾大哥大喔 应该扣入自己公司的信用啦 即使这个当机喔 没超过两消息啦 也是应该喔 这个用户 一定的保障啦 各位这个台湾大哥大 以及喔 亚太电信的 朋友啦 忙友喔 快卡定的定期吧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喔 控爆控控 一切切 一切切 中華民国 消费者 文教基金会 消基会 控制 控制 一切控控 十两三四 台湾大哥大喔 手机直播 客服免费专线 188 亚太电信手机 直播客服免费专线 999